参照的功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如果这个性名 我希望说它设大一点 所以选到这个性名 这是功能变数没问题 然后常用笔下 把字变大一点 甚至变成粗体 要在这边卡 当然请问可不可以在合并后 这个邮件这个完成合并 编辑个别文件确定 可以在这边改吗 可以 在这边改 这是合并后的文件 所以你会要在 假设有三段的信件内容 是不是要在三个地方改 这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要改 应该要在哪里改 直接在我们的主文件 这一份叫做主文件 那资料文件知道 就是那个以示要档案 还有合并后的结果文件 总共三份文件 应该知道各自扮演的角色 所以哪一份文件 是我们要储存的 是不是主文件 哪一份文件 是我们要列印的结果文件 哪一份文件 自始至终都不要打开 是不是资料文件 这边就三题 好的 我再讲几次都可以 哪一份文件 是我们要存档的 我们要储存的话 应该是这个主文件 哪一份文件 我们是要列印的 结果文件 就是完成与合并后 就会有一个结果文件 那份文件 是要列印出来的 哪一份文件 不能打开 自始至终都不要去编辑它 是不是资料文件 就是刚刚那以色谈案 好 所以这样大概了解 我们如果要修改格式的话 建议应该是在哪里做修改 主文件 然后你现在修改这边 然后去看 完成与合并 这边编辑个别文件 确定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字 通通都被我们变大一点 变黑 变粗一点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结果文件里面修改 可以啊 只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比较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在主文件设计格式 就是刚刚那个地方 是不是出现57.2999 那你可不可以用删掉的方式 删掉后面那个数值 可以浪费时间而已 如果你的时间很多 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说 提升效率嘛 所以不会在这个结果文件上面 来去制作格式 好 这份文件我们就关掉了 所以不用主人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修改 你的主文件